腌腺癌案例 腌腺癌案例 今年一月禮拜六 晚上覺得人很不舒服 我就去掛急診 弄完了以後叫我去照X光 醫生說這還不太清楚 你去照一下斷層好了 看完了以後他說 你這個有長腫瘤啦 他說你這個是屬於腌腺癌 如果化療我能存活多久 他說不知道沒辦法推測 他最後給我補一句話就是說 三個月之內你的症狀一定會很嚴重 2015年5月12日至基金會體驗 所以禮拜二那一天晚上來做 痛給一大堆啦 每個地方都痛 那之後我就想說 那不然禮拜四我就來做重症事情 2015年5月14日至基金會參加重症諮 就是你肺癌末期沒有症狀 那跟我之前講的一樣 腫瘤沒有症狀 那你現在最讓你困惑的是怎麼樣 現在沒有困惑 聽了 喔 聽懂了 你剛才講的那些以後 我覺得我不要再去環檸檬 真的很震撼 我覺得說我聽得懂 我覺得我也不要再去環檬那麼多 反正他該長大就長嘛 這就對了 剛開始就是用500克的香去煮 煮一遍而已 有人說太浪費了 第二次還很濃耶 我們就變成煮三次 那把三次濃薑湯再濃縮再濃 變成一次的分別 溫度方面是夾克 電熱夾克 再來就是運動 我家離爬山的地方 騎摩摩摩車最少要50分鐘 這樣子有什麼辦法 而且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 很沒有自信 自己的體力不好 真的 連騎車那種平衡感都有點喪失 都覺得說 我今天騎出去 能不能騎回來 所以我不可能去騎 50分鐘的地方去爬山 我就想 我們那樣頭前站二結音 兩台的 很寬 我這樣一直練 就是每一個禮拜多一次 每個禮拜多一次 每個禮拜多一次 像今天我們去爬九五峰 我們是 趴在那個椅子上 坐圖一圈 我可以坐十個 王師姐坐一個兩個 就受不了 這個妝圖之間也 會來 給 這些師兄師姐幫我按推 我兒子 每天晚上是幫我按推 但是我自己也覺得說 這樣子 還不太夠 我就自己 從網路買一些 什麼不求人 然後就自己去按推他 所以我從剛開始 建設個原始點 我從來就不換了 因為我實驗分的時候 我家裡的人說 欸 你的頭上開始有長毛了 我說蛤 頭有長 有啊 原來這裡沒有頭髮 開始有長頭髮 我發現 欸 我身上的那個字 黑的變成紅的 那紅的 比較大的變得比較小 那小的變成沒有了 所以我心裡就想 是不是我的體質有在改善 那現在心裡是自己打算是說 如果哪一個醫生他可以打爆料說我現在可以把你治好 那可以啊 那如果沒有人這樣子的話 我現在就是最好的治療 肺腺癌四期 2015年5月至基金會諮詢後完全以原始點處理 運動方面爬捷運樓梯四層樓高度每週增加一趟 起2015年6月底爬捷運樓梯每日6趟 7月底每日10趟 8月底每日14趟 9月底每日18趟 10月底每日22趟 11月底每日26趟 12月底每日30趟 目前仍維持每日30趟 保持良好體力 2016年就立村以後就覺得身體很好 就開始有一點鬆懈 這中間當然也是有吃一些水果 溫敷不是很正常 運動量也沒有持續再增加 甚至於有偷懶衰退 一直到2016年的 12月開始覺得屁股有痠痛 然後有跟原始點詢問 他是說熱門不足要溫乎 2017年2月3號痛到不行了 痛到要去跳樓了 結果家裡的人就趕快送醫院急診 那醫生是看了X光片 他是給我想說 你的肺看你的X光有兩個消息 一個好消息 一個壞消息 一個好消息是 你到現在還不會喘 照X光來講 你應該是躺在太鼻間 不然就是要插管 壞消息是你的肺都白了 那你的痛是因為癌細胞劑壓到坐骨神經 所以你的腿會痛 會麻 然後醫生開了接近麻灰的止痛藥給我 然後因為我不願意繼續一輩子吃這種止痛藥 所以我2月6號來到基金會尋求協助這樣 然後他們重新審視以後 認為這是熱能不足 跟坐骨神經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我就開始用大面積的溫敷 到2月20號今天 其實是好幾天前腿都不痛了 也不麻了 只有腳底板還有一點麻 現在漸漸現在繼續在做深度的溫敷 希望能盡快最近幾天就可以全部前腰這樣子